小战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新生代演员了 最近他也是频频上热搜 这一次他又干了一件什么大事呢 小战再次登顶歌手能量榜 最近小战又再一次的登上了歌手能量榜的顶端 不仅如此还取得了40连贯的好成绩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他刷新了歌手能量榜的历史记录 就这一条瞬间引发了热议 吸引了绝大多数网民的目光 酷狗音乐发布了歌手能量榜 这个榜单发布频率是每周一期 从去年6月就已经开始了 距离现在已经有57不苟40连贯称霸榜单 实力斐然的小战从第17 就一直占据着歌手能量榜的榜首 那么也就意味着肖战有40周都是榜首了 肖战不仅在周榜上面有着让人艳羡的成绩 在乐榜之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他在阅读榜单上面连着拿下了八连贯 同样也刷新了历史记录 有人可能会不急啊 为什么夺冠会引发如此大的热议呢 是因为一个演员在歌曲方面也卓有成就 让人惊叹吗 有此原因但是也不尽然 这个酷狗音乐发布的榜单 主要是由粉丝参与投票的 这一点就足以体现肖战的超高人气度和火热值了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肯定也会有相应的奖励的 而该榜单的第一名 就可以直接获得酷狗超高的宣传资源 这也无疑又将稳定肖战的一波热度 不仅如此 肖战还能够获得酷狗音乐给出的相关公益资源 新作评出一名惊人 这段时间肖战带给大家两首音乐作品 分别是光点和经典红歌红眉赞 在经典和新颖之间 给了观众和粉丝不一样的体验 这种全新的对比不仅仅是对于肖战 本身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对于观众也是超大的惊喜 在输出好的作品之上 肖战无疑是挑战成功了 酷狗音乐榜单上面的成绩和粉丝的喜爱度 无疑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广大粉丝一直都在默默的支持着肖战 而肖战自己也是不负众望的 他知道该沉淀的时候用心沉淀 该用力的时候拼尽全力 真可谓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但是当被抵制的时候 他并未气馁 而是继续的默默的努力着 而粉丝们也非常的给力 一直默默的坐着肖战的后援 齐心协力 信念也坚如磐石 今年的开始其实并不太顺利 对于肖战也是如此的 但是肖战做到了翻盘逆袭 做到了心无旁骛 砥力前行 这一次他成功了 连人民文旅都引用了红眉赞这首经典红歌 生命当中总会有灰暗的时候 但是一定要心向阳光 花朵只剩最后一株又怎么样呢 有坚韧成长的心 一切都不可拒 加油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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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加油肖先生